在高雄市迄今有一位面店老闆娘 她在制作面条的时候 一不小心右手的手掌 被制面机给绞进去了 那么消防队员赶紧赶到现场来抢救 目前情况如何呢 连线请佩儒等我们去关心 佩儒 主播我们是看到妇人跪在制面机前 四五名消防队员 则是在另一端把妇人围住 拿着破坏工具 要把妇人卡在制面机的右手给拿出来 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你等会很功倍了 我们可以看到妇人是被吓得满头大汗 表情痛苦 这位41岁的黄姓妇人 是一位面摊的老闆娘 她在做面条准备开店的时候 因为一时不小心 把手伸进了制面机里 整个右手掌就被制面机给夹住 妇人当场是痛得哇哇大叫 消防队员出动了破坏工具 才把妇人被夹得红肿的右手给拿出来 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还好夹住的时间并不长 妇人手部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影响 以上是来自现场最新情况镜头 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您看到机台赶紧来拆下来之后 终于把妇人的手给抢救出来 还好她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谢谢佩如的连线消息 5 一